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最很肯定讲啊 绝大部分专业人士 还有比较客观的西方媒体人现在的结论 就中国 遇到的困难是最大的 反应我们首先遭遇到这个病毒的伏击嘛 我们是遭伏击的知道吧 我们做这个B卷 然后我们反应很好啊 得了一个高分 然后 我归纳一下就是西方对我们的肯定大概是三种类型的能力啊 第一个呢就是 capability of governance 治理能力 这个里面包括领导人 做领导人哪敢承担这人敢配搬 还有一个就是组织能力 就是一旦中央下了令以后 我们几个系统 包括那个党组织 包括那个就是公务员系统 包括军队 是吧 包括科研系统 哇 马上就上 组织力 还有就是社会动员力 包括这个社区干部 拿钱一点点 社区干部像武汉那个 很多社区 他不叫干部吧 社区工作人员 还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块钱 你给人家那么一点钱 要人家工作十几个小时 你没有良心呢 那人家无怨无悔就这么干了 对不对 每天十几个小时 还挨骂 对不对 那个 那么 这个 其实 在外人看是他们很 很佩服的 就是你的这个智力能力 包括主持力 首先是领导力 就是敢拍板 然后主持力 然后动员力 动员力 除了社区干部 还有那个 居民的自我约束 手纪律 手纪律还是多数 那种育权基金违法规则还是少数 对不对 另外呢就是这个 还有是什么呢 那个 资源者 OK 这是一类能力 比较软的 叫 capability of governance 还有一种就是 硬质力 强大的工业能力 比如说我们 10天建那个火神山 后来又差不多10天建那个雷神山 是吧 这在所有国家都是无法实现的 大家 然后后来方舱不是建了几十个吗 这 那两个那个 野战 防范病毒的医院是非常高级的 里面有富亚养舱有ICU设备 极其高级 知道吗 这个任何国家没有能力 10天搞出来 这个 现在有一些那个吹海外的说 他们他们也建了这种东西啊真真是没有 真是没有这个 而且他们的社会邻居力也不如我们 知道吧 这个 所以强大的工业能力啊 还有物流 1000万人封城你得保证人家生活这个物流怎么办 我们做到了 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当然个别的地方有疏漏 有的 但是 就武汉本地来讲基本的生活秩序是维持住的 在封城的情况下保障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的正常 运作这是不得了的能力啊 你看然后就是科技啊 科技方面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七天分离处读租 美国欧洲日本 这种医学水平非常高的科技家都是佩服中国科技家的 对吧然后现在呢 大家看到中国大数据运用特别好 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个健康码 这个玩意啊 是别人没有的 这个现在美国也开始学我们网上收客但是一般的美国人 这个是美国的中小学生上网是很困难的 很 就是世界上那个排位大家不要去听他我们国家 说这个网速排位82名这胡说八道吗 世纪网站中国一百九十万个 全世界百分之七十在我们中国 就世纪网站来讲世界上 就是只有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外国 而且这个中国碾压两个外国 世界网站中国人均是美国的五倍 美国的三倍总量是美国的十五倍 咱们这个地方个别地方啊有那种 农村孩子 上不了网啊所以跑到村委会 把大家 心里感动啊悲伤的不行美国这是一半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这个 所以这个强大的科技能力啊这个 他们还是很害怕的另外就是什么无人机啊 什么 那个 机械人 这个历史很多我就不多说了还有北斗的应用比如说火神山雷神山 地面测量 现在 最近都是一次成型几个小时搞完了 以前那个地面测量得好几天呢 对吧但是因为有这个北斗有个三维 系统 就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这个 这是所有的内行专家都看到的 中国 治理能力 强大的科技和工业能力还有 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个更软一点它是更重要的 虽然呢我们这个 疫情期间啊这个也有很多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很嘈杂的舆论啊但整体来讲中国人是很乐观的 邻居力是非常强的 一方有难八方资源 湖北出了问题他的医疗资源 受冲创了然后全国帮他呢 全国是不是去了四万多 这个这个地方的医护人员 军队去了四千多呢 这个加起来超过四万五啊 然后美国呢大家这个最近美吹吹的很厉害说那个 纽约不是美国中灾区吗 都有八万多人网上报名 告诉大家最后实际去了二十九个人知道吗 只有二十九个人啊 这个 这个美吹啊他是没脸 这个事实天天打他脸但是他们 好像无所谓因为他没脸 OK 这个这就是国际上的基本评价 当然负面的东西有啊我待会要讲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疫情本身在中国我觉得基本上得到遏制了 问题是在于外面 最新的数字今天 这个我看到 差不多 就是全世界感染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万 美国四十三万 这个 嗯 然后纽约啊 现在排第二了 纽约感染数 已经超过了那个西班牙第二 现在世界排位美国第一 纽约第二 这个 然后 然后才是别的国家 西班牙第三 意大利第四 德国 德国在前面吧 那个法国在后面 我们中国已经被赶出前五了 这个 OK 这就是世界上的情况啊 现在在中国以外 疫情爆发特别严重 嗯 这应该叫第二波吧 这个我刚才讲 第一波中国 第二波欧美啊 我们希望不要有第三波啊 第三波这个太惨了 不要有第三波 但现在事实就是这样 好 那么 嗯 我们中国现在呢 内部 继续要防控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内部 还偶尔有那种 富洋 是吧 那种情况 然后那种隐蔽的无疹状感染者 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所以内部我们还要控制 但是我们国内的重点 应该讲 主要还是防那个这个外来输入 所以应该讲啊 咱们国家 防御这一块 最重要的人 就国内的治理 差不多了 我们的适合 都要搞清楚 现在我们的适合 我们的适合